哈喽你好呀 稍微等一会儿啊 等一下其他同学 咱们五点的时候开始上课 这个加咖啡同学 你怎么给我改了个名字呢 我怎么感觉今天的上课人数 比上次上课人数要少呀 我怎么能够不懂 情绪一点点点点点到时空 变得有时无空 灰色几页的假面 虚说风中折断了弦 还会不断加加加加到眼睁 月光温柔缠绵 迷雾模糊你的脸 交送你甜言 我都说了一万遍 你转身就不见 只能像你梦念 莫妮卡 你黑色的长发 这些年时间快得让你根本听不下 我越来越害怕 你眼睛眨眼眨 他们都说你来自新与故事的神话 一听话 欢迎新进来的重新啊 刚来是吧 没事还没上课呢啊 我的话 我唯一的牵挂 我爸妈老 我最爱的莫妮卡 月光温柔缠绵 你模糊你的脸 调送你甜言 话都说了一万遍 你转身就不见 只能像你梦念 我心坠落一千 彼此许下来心愿 我说了 没有呀 一会儿咱们五点的时候上课 因为现在要等一下其他同学了 我的心未变 对你 是什么 我最爱的莫妮卡 我看来的人数也不太多啊 那个咱们就直接开始上课了 需要我点评的话 因为咱们教室里也很多个同学 然后 今天点评第几节作业 就是挨个点评嘛 需要我优先点评你作业的同学 打在评论区啊 哪个同学需要我点评你的作业 点这个加咖啡同学吧 看一下你的作业啊 来这个作业的话呢 我放两遍啊 第一遍的话同学们看一下问题 然后第二遍的话呢 我说一笔其他问题 好吧 同学们来帮我找一下啊 因为我有点精神眼 我也看不太清楚 这个作业有啥问题 走在熟悉的街道 熟悉的温度和微风 来帮我找一下问题啊 没做作业啊 不能一节课都没做吧 不知道现在的你过得好不好 快不快乐 其实分开一年来 我经常会很想你 可我明白 我们都回不去了 我会把那些闪光的日子 和对你的牵挂 随随买在我的心里 我这叔叔有电流省 也有开电扇 希望以后 你要好好生活 而我 也会继续向前 真的就像 能找出来问题吗 有没有 能找出来问题的 走在熟悉的街道 熟悉的温度和微风 让我又想起曾经的你 这个就是咱们剪辑的时候 不是凭你的那个恋爱经验去剪辑的 就是我们剪辑的话呢 它也有方法 也有技巧啊 不是说没谈过恋爱 你就不会剪了 然后他这个剪辑的话呢 他是可以凭借 因为他现在是 说着说着就去 就已经回到了回忆当中嘛 你可以凭借颜色 去区分一下现实跟回忆 他们两个的一个区别啊 你看你现实中 这个颜色的话 跟回忆当中的这个颜色 这明显就是回忆的颜色嘛 是吧 这个女生他就是失恋了 然后回忆起两个人之前 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然后他回忆的时候 明显你就能够感觉到 他如果说改成黑白颜色的话 第一个是能够体现出 女生那种失落的感觉 而且呢 黑白颜色在影片当中 他能够表达的含义 第一个是回忆 第二个的话呢 是失落 第三个是 不是特别开心的情绪 就是比较失落 或者说比较伤心的那种情绪 陷入悲伤当中 那你看 如果这个影片的色调 是那种黑白色调的 除了那种老影片啊 就那种 六七十年代的那种老片子 它本身颜色就是那个颜色 但是如果咱们现在去拍的话 这种黑白 黑白的影像色调 你就能够一眼能够看出来 它能够所表达的是 什么样的情绪吧 是吧 能够表现出来是什么样的情绪啊 就比较悲伤的那种情绪嘛 所以你后期剪辑的时候呢 可以把回忆这一段啊 做一个颜色的区分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 为啥我感觉画质有点糊呀 对黑白的话就表示沉重的那种感觉啊 如果后期 不是说所有的回忆 全部都那个颜色都是黑白色调的啊 有的回忆的话 它可能就是比较开心 有的回忆就是比较温暖的那种感觉 那么你就可以把那个温暖的那种感觉 做成黄色调 或者其他色调都可以 是吧 现在的你过得好不好 快不快乐 不是1920x1080的那个宽高比 是你的这个像素 我怎么感觉不太像 有点糊呀 其实分开一年来 我经常会很想你 你看 这个时候它剪辑的时候 我就不太能够区分出来 你这个到底是现实呀 还是到底是它的回忆呀 区分不太出来啊 其实它看到的这个场景的话 并非它的回忆 是吧 是看到了两个情侣在那一块 它想起了自己的回忆 我会把那些闪光的日子 和对你的牵挂 深深埋在我的心底 希望以后 你要好好生活 而我 这个转场做的还挺好的啊 这个转场的话 有一种 就是 现在 目前它正在经历的场景 还有就是 马上要向前看了嘛 就是 现在与未来之间的一个切割 你就可以用这种场景啊 背景音乐结束的有点突兀 这节课同学们找一下问题啊 刚刚都一直是我在说问题 你们一直在讨论 还没谈过恋爱的问题 跑题了啊 看一下 找一下问题 好吧 你这个字体 美观吗 有的同学觉得美观吗 不太美观啊 你这个字体 整体动画啥的没有啥问题 然后咱这个水印啊 确实跟我们整体片子色调不是特别符合 就是你那个水印你也不能加的太丑 虽然说它是代表咱们个人的一个 一个那个什么啊 我们把那水印不透明度 你可以给它再适当的降低一点 因为这个太实的话 确实有点影响片子的那个观感了 然后这个昆之大不知几千里也 这个文字啊 有点不太好看 这节没调色是吧 对确实是没有调色 我就不说调色的问题 然后咱们就看一下 就是你的剪辑 还有你的这个画面整体的美观程度 这个昆之大不知几千里也 有同学觉得好看吗 不太好看是吧 而且你这个昆跑哪儿去了呀 就是这个文字加到这里来的时候 就特别突兀 哪怕是你的这个 我们是做了那个昆的一个动画是吧 那个昆的动画的话 你就可以放到这上面来 就可以做它这个动画 肯定是泛滥了 加上来是吧 加上来之后 你在下方这个地方 加一下它的这个文字 但是文字的话 咱们这个颜色啊 它确实是跟你整体片子色调不太符合 你就加最简单最简单的那种 黑白的色调就可以了 现在不是流行那种极简吗 是吧 昆在左上方 我怎么没看见呀 哦哦在这里是吧 你这个有点太不明显了 正常应该画的 放在画面正中 放在这里慢慢弹过来的是吧 我们放在这儿吧 你这里这里啊 一开始画面就到这里就挺好看的 但是如果放在这里的话 因为这里本身它就是水印 它在跟这个昆有重叠 它就不太好看啊 还有这个文字 文字正好放在这里就可以了 放在这里就行了 它做那种极简风也挺好看的 就你花里胡哨的也可以 就你如果花里胡哨的话 就你整个片子全都很花 那个也很好看 但是你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视频的话 它本身就是那种很素的颜色 再加上它本身就没有调色 是吧 你再加这种比较花的这种文字的话 它就整体色调就不太符合啊 就你如果素的话 整个片子都素 如果整就是片子都比较花花绿绿的那种颜色 色调比较明显的话 我们整个片子全部都做成那种色调比较明显的颜色 因为你现在的话就是咱们刚刚开始学嘛 就可能经验咱们也不是特别多 你后期如果工作经验达到了三年 或者达到了五年 有自己一定的审美了 那我们是可以就是素 再加上比较花的那种颜色 两个可以去搭配到一起 那个时候你的审美是有的 但是这个是 咱们现在目前刚刚开始的话 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个来就行了 到后面结尾的时候啊 这个动画节奏就不是很好了啊 没有卡好点 你看这蚊子好看吗 它也不好看呀 你这个蚊子的话 你可以做成那种竖像的蚊子 然后做成那种类似于水墨动画一样的效果 就卡水墨 泼出来之后 然后蚊子出来 那个也挺好看的啊 但是你这个蚊子的话 跟整体色调 你看颜色搭配嘛 不太搭配啊 就像你瞎打上去的一样 不太好看 刚讲第几节了 我刚讲两节呀 好吧 这个就是动画曲线的调节 这没什么可说的啊 动画曲线 咱有点没卡好点 我就有点发现就是 动画曲线的话 虽然说咱们是做了那种前快后慢的这种动画 但是呢 它是有一点点跟音乐节奏对不上的 你到时候再调一下就可以了啊 17节 还有这个也是 一个问题就是卡点的问题 还有就是它上方的这个文字 刚刚那个我看是点击进入直播间是吧 欢迎进入直播间 这个文字跟整 你上下方的这个文字色调 它都不太统一啊 因为它这个橘子本身就是黄颜色的 你尽量就让它上下颜色色调统一一下 就美观的多啊 你上面的这个文字有点突兀 不太好看 好 那咱们就点评到这儿啊 然后我再看一下其他同学的作业 爱吃肉的小子 来我看一下你的作业啊 有原创吗 有原创的话可以打在评论区啊 然后我看一下 这个前面啊 明显感觉它闪了一下 发现了吗 它那个水墨动画啊 它就是速度有点慢了 然后它明显的就感觉闪了一下 就它那种泼墨的效果没出来 然后咱们后期在做的时候 尽量就不要让它加太多的转场效果 因为没几秒呢 它出来了下方的这个转场效果的话 不太好看啊 就一个视频的话 基本上加两到三个转场效果就可以了啊 加太多的话 观众看起来就会特别特别花 而且呢 这种转场效果 PR基础大家学了吗 还是说你们现在刚刚开始在学剪拍 软件精通学了吗 有没有在学呀 因为我不太确定你们上课的进度啊 软件精通在学的话 我们在讲到视频效果的时候 不知道老师有没有跟大家说过啊 软件精通我们在学PR 视频效果的时候是跟大家说过的 效果的话一个视频不要加太多 因为它的很多效果的话 它是有一些固定的含义的 就假如说这种效果 这种效果的话一般是在现实跟回忆当中 或者说呢是做它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场景切换的 就是情绪上的一些切换 包括它的一个可能十年前呀 或者十年后呀转换了 是吧 情绪的一些转换 然后一些场景的一些转换 我们可以用它 但是你如果说漫无目的的 我就直接加这个转场的话 那个啊 不是太大 含义不太大 而且呢 转场效果加太多的话 它不太好看 这鲸鱼啊 这鲸鱼是你没 没做好素材吧 你看这 这结尾这啥呀 你是加了萌版了吗 抠了一下 这鲸鱼怎么小尾巴剩了一半没出来呢 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加调色啊 可以适当的加一下调色 好 然后它闪了一下 坤的声音有点备凉 坤它本来就是这个声音 张张手同学 原创 第几节课是原创呀 咱们看一下原创吧 嗯 这节吗 啊 开头白场结尾黑场过渡 这个是正常的 但是中间如果加了太多转场的话 而且我们这个视频 它也没有什么情绪在 嗯 那个就不太好啊 加的太花的话 它也不太好看 再一个 明天你是否想起 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 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 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是偶然翻向天 才想起同桌的你 这个值得比较洋啊 这个都是自己拍的是吧 自己是拍的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有点像啊 而且这个转场也不太生硬 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 跳了一下啊 有发现吗 我感觉刚刚是跳了一下啊 明天你是否还 为啥感觉是跳了一下 同学你知道为啥吗 有同学知道是为啥不 我再给你放一下 有没有同学知道 这个是为啥 他跳了一下 有没有感觉 中间的这个转场 就是镜头跟镜头之间的切换 在这一秒的时候 就明显的感觉 他镜头切了一下 而且不太自然 没有黑针 他这个应该没有黑针啊 有黑针的话 中间你能够看出来 他中间是有一部分是黑的 他这里看起来的话呢 就是镜头跟镜头之间 转场就有点生硬 没有 你是把 是在PR里面去剪的吗 还是说你自己 在剪映里面去剪的 PR里面去剪的话 把那吸铁石工具打开 正常中间是没有黑针的 PR剪的是吧 正常中间是没有黑针的 你这个为啥转场很生硬啊 是因为我们镜头 就是场景跟场景之间 太相似了 特别特别相似 然后上一个镜头场景 跟下一个镜头场景 很像的话 中间就会出现这种 特别生硬的那种转场效果啊 就好像切了一样的 好吧 就是这样啊 如果说我们在做 节奏比较慢的这种剪辑的时候 千万切记啊 一定不要让他场景 跟场景之间 特别特别相似 你看他这个都是 基本上你都是 把手机 放在桌面上去拍摄的 只不过他的角度有点不太同 不太相同 是吧 只不过角度不太相同 但是他场景是比较相似的 你这样的话去切换 他场景跟场景之间 就会特别生硬 他就会出现这种效果啊 所以你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呢 如果说这个啊 这个镜头就是你 把手机放在桌面上 去拍摄的时候 你下一个镜头 就可以直接站在讲台上 你做一个从上往下摇的 摇的那种镜头的一个动画 也可以这样去做啊 不是说场景跟场景之间 比较相似 你不可以去切换 也可以啊 就后期的话 我们做这种比较生硬的 转场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做那种 就是都很生硬的那种 就咔咔咔 一直在切 按照节奏点去卡 也行 但你这个节奏比较慢 场景跟场景之间 太近的话就不太好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 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 猜不出问题的 你看这个转场也挺多的啊 就那种花里胡哨的转场 尽量不要用啊 这个是 反正是个人审美吧 基本上 以前在2020年 或者2010年 10年前 就这种挺花的 花里胡哨的 比较炫酷的一个转场 还挺流行的 但是现在的话呢 基本上都崇尚 比较极简的那种风格 就比较简约呀 还有就是简单的那种风格 尽量现在这个年代啊 咱们就不要用这种 比较花的那种转场了 还有这个文字的话 我发现你每一句话的文字 效果都加的不太一样 然后这个文字效果的话 尽量你就让它统一了 因为有的时候你效果 这句话不太一样 下一句话也不太一样 那我们看视频的话 主体不是在文字 是吧 我的重点不是在文字 是在视频上啊 所以文字的话 你尽量就用一个转场 或者一个效果就已经可以了 加很多效果的话 你说我是看你字 看你歌词 我是看画面呀 是吧 就包括之前在我们讲 软件精通的时候 讲字幕面板的时候 那个基础课 有的同学啊 一会儿把文字放在这个地方 一会儿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一会儿放在上方 然后下一句 哎我又跑到下面一句话了 它那个 就是美食类制作的那种视频啊 它教程的话 你基本上给它放到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那你说一会儿换位置 一会儿换位置的话 我看哪啊 没有重点了 所以我们文字的话 尽量就不要让它太花 我们能 字幕的目的就是为了 能够让我看清楚 它写的是什么 还有就是它 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内容 就已经可以了啊 就文字咱们就不要用那种 花里胡哨的那种效果了 还有其它是原创吗 刚我看的是啥 哦都是原创是吧 世界上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 也没有一份工作不委屈 更没有一处人世不复杂 无论你当下正在经历什么 都要调整心态 继续前行 人生百般滋味 生活需要笑着面对 你的状态 就是你最好的风水 这个也是字幕的问题啊 但是需要表扬这位同学啊 就是很多时候 都是咱们自己的原创 然后都是自己去拍摄 出来的一些作品 是吧 多拿手去拍 然后多去练习 后期的话 你才能够更好的找到灵感啊 你看 它这里都是自己去拍摄的 而且呢 世界上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 也是做了这种摇移的这种镜头 是吧 基本上咱们后期 自己在拍摄的时候啊 多做这种摇移的镜头 你后期的时候剪辑 才有动感 才会更好看啊 有的同学啊 可能你自己前期去拍的时候 咱们不管是说拿手机去拍 还是说拿相机去拍 不是说专业设备的问题 就是咱们拍摄技术的问题啊 咱们前期拍摄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拿一个手机 或者拿一个相机 你就架在那 手机也不动 相机也不动 就架在那 架在那块的话 你后期剪辑出来 你肯定会发现啊 剪出来不太好看 而且呢 剪出来的这个片子就特别平 让人没有什么观看下去的这个欲望 所以我们在前期拍摄的时候 多做一些镜头的一些推拉摇移 你前期拍摄的时候呢 手机啊 或者相机你多动一动 往前推 或者往后推 然后或者你后面练习多了 手就比较稳了 你包括我现在拍摄的时候 我手绝对不会说出现镜头抖动的这种问题 后期拍多了 手就稳了 拍稳了之后 你就可以做那种 快速往下走 或者快速往左往右的那种动画 也可以去做啊 就多练一下嘛 然后这个文字的话啊 居中 文字基本上 它不作为我们视频的一个重点 是吧 哪有说视频文字做重点呢 是吧 所以说啊 这个文字的话 我们基本上你给它放到画面的下方就可以了啊 而且文字特别特别大 如果说同学你掌控不好这个文字位置 或者你掌控不好这个文字的一个大小的话 多去看看芯片厂 芯片厂里面的话呢 有一些特别好的一些样片 包括他们拍摄出来的一些好的一些灵感 多去看一下 看一下他们的那个文字 基本上添加在哪里 你这怎么还给我改了个名呢 没有一份工作不委屈 更没有移除人事不复杂 这个文字不太好看啊 无论你当下 而且这个加了好多好多个转场 是吧 真正的剪辑高手啊 没有加这么多转场的 就基本上是带着情绪 虽然说是带着情绪去剪辑的啊 也有后继也有技术的 但是呢 你这个转场太多 而且没有太大的这种情绪波动的话 不太好看了 经历什么 都要调整心态 继续前行 人生百般滋味 生活需要笑着面对 你的状态 就是你最好的风水 对 一般三个转场就可以了 原创自己更需要人辅助 是吗 来张张同学你可以回答他一下 你这个拍的这个原创是 你自己拍的吗 还是别人给你辅助拍的呀 嗯 张张同学可以回答他一下啊 哦 都是原创是吧 刚刚我看的是 哦 这个就不是了 你拍别人的是吧 哎呀 怎么这么糊呀 我看的是 这个还行呀 这个还可以 就是可能它镜头有一点点抖动 还有就是转场效果做的不是很好 但是你拍起来的话还是挺好的 就拍摄起来的话还是不错的 还有其他同学的吗 看一下 音乐不好抖动是吧 对确实是有一点点抖 多练一下多练几下就好了 哪个同学需要我点评的 然后打在评论区啊 因为刚刚刷了很多的屏 然后你们的评论都顶上去了 也看不见了 重新打在评论区啊 哪个同学需要我点评的 第七节是吧 收起头端水都抖 都一样 不练一下就好了 让我们再评论区啊 Let's go Let's go 这个视频的话 是手持的 然后拍起来的 但是呢 镜头感啊不是特别好 就是我们平时 我相信你是拿手机去拍的 是吧 拿手机拍完了之后 去调了个颜色 但这个调色调的有点太过了啊 就他这个颜色 这草地颜色都太轻了 而且呢 我们选的背景音乐的话 是比较有节奏感的这种音乐 你看一下你的时长多长 29秒 然后切换了几个镜头呀 也没切几个镜头 是吧 就是你适当的镜头 拍摄量比较少的时候 找一个比较短的音乐啊 基本上你这段视频的话 七八秒就差不多了 然后你再找一个 比较有节奏感的音乐 咔咔咔咔咔点 这个观看度观赏度 美观程度都会好很多啊 因为这个时长太长的话 基本上看到15秒的时候 我不知道同学们 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这段视频基本上 我看到第15秒的时候 往后我就不太想看了 我就知道 就一直是拍摄 这个狗狗的这个视频 是吧 往后就是没有什么 观赏度了 所以前期的话 你就找一个大概有 你根据镜头量来啊 找一个大概有个 10秒钟左右的音乐 节奏感比较好的音乐 然后根据这个音乐 进行你画面的一个剪辑 就可以了啊 然后前期拍摄的时候 也要注意一下 前期拍摄的时候 多做一些镜头的推拉摇移 然后注意镜头不要抖动 包括我们后期转场的时候 我看了一下 你这个转场也加不少效果 是吧 基本上就是这种短视频啊 就大概有十几秒的这种视频的话 不要加太多这种效果啊 你加起来的话 本身素材时长 它就不是特别长 是吧 本身视频剪辑的时长 就不是特别长 加完这些效果之后啊 就看起来镜头特别特别花 就不太好啊 就正常这种大概十几秒的视频 你就可以给它做这种 比较情绪化的一些剪辑啊 包括它的这个卡点 转场效果比较多的这种剪辑 就可以了啊 还有其他同学吗 其他同学的作业打在评论区 第一个镜头自墨换成狗子 出去玩更加切紧是吧 这个加咖啡同学 给你点评了一下啊 可以调整一下 其他同学的作业啊 打在评论区 杨阳同学是吧 好嘞我看一下你的作业啊 这个鼠标可能不太好使 你的是第几节 看第十节吗 还是说杨阳同学第几节 镜头从后往前移 还是从头往后移 都可以 就是吹拉摇移 就看你自己 然后多做一些镜头的动感视频 因为你镜头太太就是镜头不动 然后就一直固定那一个镜头的话 你后期就会发现 没有那种动感的视频 捡起来会比较流畅 你很多时候找素材 都不知道怎么找了 加调色了是吧 但是我感觉这个调颜色 怎么有点发绿啊 而且呢 我们有一个咚这样的鼓点 是吧 有发现吗 咚这个鼓点 但是你没有卡好点啊 咚咚 然后你也没有做场景切换 就拿那两个咚咚 去做场景切换 其实是特别好的 但是咱们这个就没有卡好 一个都没在鼓点上 你哪怕卡一个也行啊 一个都没在 好 其他同学作业吗 对 东东的时候是需要加速的 然后也就是需要给他 做一个快速的那种转场 平凡的生活 诶 你这不是 很多的期待 读书 旅行 等待爱情 以及给自己一段 指导一下我的问题吧 柔软的时光 你那个把你自己的作业 就是第几节 需要我看一下的 然后你打在评论区 好吧 因为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 你第几节 是特别需要点评的 将自己释放 抚慰 旅行 就应该只是单纯的 出去走走 拱青同学啊 去哪里 把你需要我点评的 第几节课作业 打在评论区 好吧 便是远方 任未见的风景 听没听过的故事 与未谋面的人 喜欢大海清凉的风 喜欢礁石和海浪声 喜欢镜头前的 每一次微笑 所以不要回首 往前看 只有这样 生活才会 结束在我们眼前 未来可亲 嗯 行 这个挺好的啊 就是我们该加的效果呀 该加的一些字幕 包括一些转场啥的 都已经给它添加上了 然后怎么感觉 时长有点太长了呀 平凡的生活 需要很多的期待 读书 中间就是这个镜头 到上一个到下面的 这个镜头之前啊 就是很多期待 到读书这个之间 它有一个卡顿 我不知道你中间 是怎么剪的 它应该是有一个黑针的 这个确实能看出来有黑针了啊 第九节课吧 我先点一下 点一下原创吧 因为很多时候你们那个评论 他都给刷上去了 原创我都找不到了 第七节是吧 引成果同学啊 嗯 电瓶蛋了 我们追点一下 它就知道了 不停不动 那是不停不动 你再来 像是不停不动 第一个镜头做的挺好的 就让人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这个字的颜色 就有点跟你的整体画面不太符合 如果同学们实在是不太会用字体 然后不太会用配色的话 多在芯片厂上看一下 你想要拍什么类型的片子的话 因为芯片厂上比较原创的一些作品 还有他们创意度比较高的作品 审美起码是有的 然后你找一些评论 点赞量比较高的 然后觉得自己能拍摄出来的一些作品 日常的一些作品 都可以去按照上面去仿照着去拍一下 然后自己按照上面的字体去进行模仿一下 也可以 但这个确实是跟整体画面不太搭配 而且你这种是比较可爱风的这种字体 是吧 但是我整体看你的这个视频的话 不是说类似于幼儿园宝宝的那种 就是比较花里胡哨的那种画面 就是红色呀绿色呀黄色比较多的那种颜色 特别鲜艳的那种画面 没有啊 没有 那我们就基本上都是绿色 你就可以找那种稍微跟它相符合的这种颜色 好吧一个红一个蓝你看整体画面根本没有红蓝两个色调 也是加了挺多转场效果是吧 你这个我肯定啊 绝对不是说做了什么镜头的一些运动 你相信我啊 你后期你再按照这个片子你再拍一下 然后呢我们做一些镜头的一些运动 就是推拉摇移啊 做一些这种运动 你后面捡起来的时候会流上很多 包括你自己都不想再用那种转场效果了 因为你这个确实是场景特别特别单一 就只是几个小朋友往这儿在走的这个视频 然后你后面加一些推拉摇移的这种效果 你后面你就不会加那些转场 你加那些转场的话就看起来啊 你觉得好看吗 不太好看啊 配色跟卡点都有大有问题是吧 对 然后我再找一下 刚刚打的同学让我点作业来着 拱青同学第九节是吧 推拉摇移根升降剪辑七字真言 对 这个最后转场效果做的挺好的啊 有注意到吗 看一下 你看最后那个转场效果是不是做的特别好 看起来就很有动感 是吧 这个视频的话能够看得出来啊 是就是特意进行了一个卡点 而且卡点效果的话呢 做的还是不错的 是吧 这个就是卡点啊 卡点做的很好啊 这个同学觉得表扬啊 其他有同学能发现问题吗 因为我没有发现问题 中间有一段是暗了是吧 对 坤的话你稍微弄大一点 它会好看 但是你如果太小的话 就跟刚刚那个同学知道 后面那个坤都没有了 我不知道你是加了蒙版了 还是怎么样啊 那个肯定是不对的 这个镜头剪辑它的都挺好的 其他同学的作业 江江同学啊 需要我点评的 然后你说一下 你需要我点评第几节 就可以了啊 你就说第几节就可以了 因为每次我看你们的作业 你就说找找我的 我又不确定你哪节课 需要我点评 江江同学 需要我点评第几节课作业 还在吗 还在不在 就教了四节课呀 不在的话 那我就直接点评第四节了啊 就这么看吧 第几节作业 来打在评论区 你看你打字真慢 不等你了 第二节吧 不等你了 我再评论区 这个卡点做的还挺好的 就咚咚的那一下 按照那个咚咚的那一下去进行卡点的 然后咱们那个水印的话呢 可以把不透明度再适当的给它降低一点 因为你这个水印的话 确实是有点遮盖住主体了 我们后期加水印 大家知道水印是啥目的吧 水印的话就代表 它是你自己个人的一个原创作品 那这个它只是这一个目的 没有说你这个水印 在作品当中能够表达什么的目的 什么含义是吧 所以水印的话呢 能尽量让它就是 第一个能代表是你自己的这个作品 能够让观众看出来 你这个作品是谁做的就可以了 就尽量不要让它遮盖住主体 因为你这个它确实是就有点遮盖住主体了 再给它调一下就行了 李白同学第四节是吧 我看一下 你看这就很快是吧 我就能够知道你想点评第几节了 我一直等你说第几节 哎呀你这让我给你点评第四节 你就交了第四节作业 平凡的生活 需要很多的期待 读书 旅行 等待爱情 以及给自己一段 柔软的时光 或许不用太远 不必长途奔波 只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 将自己释放 抚慰 旅行 就应该只是单纯地出去走走 去哪里 有事并不重要 心宽 便是远方 见未见的风景 听没听过的故事 与未蒙面的人 喜欢大海清凉的风 喜欢礁石和海浪声 喜欢镜头前的每一次微笑 所以不要回首 往前看 只有这样 生活才会结束在我们眼前 未来可期 就是这水印有点靠居中了 往旁边再放一放 还挺好的 平凡的生活 然后你看这个同学 还挺有创意的是吧 下面加了一个进度条 怕你不知道它播放到哪了 需要很多的期待 读书 旅行 文字有点大 稍微的再给它 调小一点就可以了 因为你的主体不在文字 是在画面 这个同学的作业啊 第七节是吧 其他的 你这个文上面文字啊 就文字这个颜色不太美观啊 可以把这个文字 尽量让它颜色统一了 然后你这个 愿你成心如意这个文字 再给它做的稍微细一点 因为你这个太黑了 太黑的话 就跟你的这个背景不太融合 因为你看一下这个摄像机 它加的这个摄像机效果的话 本身是白色字体 是吧 你再给它加一个这种漆黑漆黑的 不太好看 尤其是这个文字 后期你还做了一个 加蓝的那种效果是吧 那么在加效果的时候 就加这种特效的时候 不要因为考虑技术 也要考虑它的这个美观程度啊 有的时候它不太好看 你加起来的话 就有点画舌添足的意思了 所以上这个点评课的心理承受能力挺强 是吧 只能是给大家找缺点啊 因为我一直夸你的优点说 上点你就没有啥必要 是吧 只能是给大家找一些缺点 你后期的后期的话好改正呀 合适老同学 第七节课是原创 是吧 我看一下 第七节课是原创 第七节课是原创 样片了啊 这都是做得非常不错啊 你看这个镜头的话 你看前面就没有什么 就需要调整的地方 或者说你看起来 就没有什么特别生硬的地方 有发现吗 这个是为啥呀 就可能前期拍摄的时候 找的镜头角度不太好啊 就你为了防止镜头 我在做这种运动的镜头的时候呢 太陡 你就给它稍微的做快一点 你快一点的话 其实它也挺好看的 而且呢 你只有一秒钟的时候 你手机只有一秒钟 晃过去的时候特别快 你也发现不了这种手抖的问题 我们看了一下 我刚刚看一下 你刚刚这个镜头 这样去拍摩托车 车头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有一点晃 我发现是有一点晃啊 后期拍摄的时候 你就不会蓄蓄的这样 觉得一带而过 一带而过的话 镜头特别快 就发现不出来那个晃啊 就可以把很多问题 给它略过 因为你 我们前期在上剪拍课程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地铁的那个画面吗 有做过地铁的那个作业 你就会发现 镜它那个拍摄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很晃的 它手持的那种镜头的话 就会特别特别晃 而且有的人他手不稳 刚刚开始拍摄的时候 技术可能没有那么强 他手不太稳 然后他就特别特别晃 你后期剪辑的时候也很困难 剪起来晃也不太好看 哪怕是你加了稳定器了 加完稳定器之后 它也没啥特别大的效果 因为你抖动特别大的时候 你加完了 它效果也不太强 所以你前期拍摄的时候呢 就可以让它速度特别快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直接略过 镜头抖动的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我们后期剪辑的时候 你可以让它速度咔 一带而过 一带而过的话 基本上一秒钟的视频 你给它剪成10帧或者15帧 视觉上也能够看见 而且呢 看起来它也不那么抖 基本上就只加了 两到三个转场效果 没有加很多吧 这没有加很多的话 看起来就比较自然一点 这AE后期做的是吧 这个AE 刚刚这一段 我估计应该是在网上找的素材吧 这应该不像实拍的吧 因为我看起来有点糊 做得不错啊 双击加关注 还有其他的是原创吗 这个是你自己拍的是吧 再找一下啊 找一下其他同学 动画是在网上找的 哦 我以为是你自己做的呢 后面上了高阶之后 是能够做出来这种效果的啊 好酷炫是吧 这个就基本上可以作为样片了啊 做得还挺好 我在网上翻翻 哪个同学想让我点评作业来着 流浪同学看一下第九节第十节 我们看一下第九节啊 第十节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卡点了啊 就明显的能看出来就卡点卡的挺好的 然后就是可能文字啊 这文字它确实是它也不太好看 你把这个文字再给它调一下就行了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风景 风景类的一个视频 那你这个加的有点太卡通了啊 走在熟悉的街道 熟悉的温度和微风 让我又想起曾经的你 看到曾经的我们 不知道 现在的你过得好不好 快不快乐 其实 分开一年来 我经常会很想你 可我明白 我们都回不去了 我会把那些闪光的日子 和对你的牵挂 深深埋在我的心底 希望以后 希望以后 你要好好生活 而我 也会继续向前 走在熟悉的街道 没加字幕是吧 熟悉的温度和微风 要加一下字幕 然后咱们这个也没有做 回忆跟现实前后颜色的一个区分 其他的就没有啥问题了 我点评完了 然后昨天上课 戴口罩的淘气老师就挺漂亮 哪个样 还有哪个同学需要我点评作业的 然后你重新打在评论区啊 因为刚刚消息刷过去了 哪个同学需要点评作业的 说一下你需要点评 第几节课作业啊 说一下你需要点评 第几节课作业 看一下梨花同学的吧 可以直接发数字 喝 八九十 火锅 给大家 我 我 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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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动画曲线做的不是很好 就是你前面是快的 马上就要冲到慢的那个镜头了 你这个就是中间是没有过度的 可以给它加一个过度效果 就中间的话你要把它那根线 往左右再撑一撑 然后给它做成那种快 快完了之后一点点过度到慢 你这个就没有什么过度效果 灯高望远 大家都是文字的问题 但是你这个卡点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做的挺好的 走在熟悉的街道 这个明显调色了是吧 熟悉的温度和温度 对手温还挺好的 让我又想起曾经的你 我看一下 颜色做气氛了吗 让我又想起曾经的你 看你曾经的我们 看你曾经的我们 不知道 现在的你 过得好不好 快不快乐 其实 分开一年来 我经常会很想你 可我明白 我们都回不去了 我会把那些闪光的日子 和对你的牵挂 深深埋在我的心里 希望以后 你要好好生活 我会继续向前 这个也没做颜色 前后对比区分啊 但是明显调色 调出来的话 看起来画面挺有质感的 还有其他同学的作业吗 范清奇同学第九节是吧 我会继续向前 你看卡没卡点明显就能听出来 所以同学们做作业用不用心 看你的成片成片就能够听出来了 这个作业的话它基本上也是卡好点了 镜头切换的时候那两个骨点咚咚的时候 马上就切了两个镜头 所以这个视频看起来就很有节奏感 而且你看起来它也很舒服 就比我之前就没卡点的那个视频舒服多了 是吧 而且它这个文字的话做的也挺不错的 你看这个文字也有一定的排版 而且呢它文字没有那么花里胡哨的 是不是你看起来就比之前我看的第一个视频 还记得第一个视频长啥鸭不 那个红色的文字放在这一块了 你看刚刚那个第一个视频舒服 还是这个视频文字舒服 是不是这个舒服一点啊 是吧 就看起来的话整体画面是比较协调的 这个作业做的不错啊 中规中矩 但是呢 哦 说你的是吧 好 咱们点评最后一个作业啊 然后今天就下课了啊 是 新疆的同学是吗 我感觉你这个文字好 你这个名字好多呀 第七节 你这里没有第七 哦 这里 一人后来过江南 言语所惆怅 听得五旁轻耀强 情不知所想 花船叫鼓声声唱 崎岖断人唱 谁家墙头有梦 四伯订队轻耀强 人间一场烟火 你曾深开过 可谁人在心窝 从此孤独过 像南华已凋落 怎看才斩酌 可怜两长无多 情似无人说 原创而且是自己拍的这个视频是吧 大家有没有有一种感觉 就是前面我觉得挺好 故事挺好 然后看到后面大概中间30多秒 我就不说快了 大概就是30多秒 37秒到38秒的时候 就不想往下看了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的扣个1 是不是 你往后面的话就不太想看了 就知道你后面主要是想干什么了 想表达什么内容了 是吧 我们这个人啊 他是有一个视觉疲劳的 你后面你自己没事的时候 看看电影 然后你看电影看多了之后 你数数他电影里面的这个镜头 你就能够看到啊 就是这个一个半小时的电影 他里面可能有一千多个镜头 自己没事的时候去数一数 一部好的电影的话 他不可能说他镜头量很少 就拍摄的时候呢 就只有那么几百个镜头 不可能 他一个拍摄周期 你想想一部一个半小时的电影 他拍摄周期 快一点的进度是半年 四个月 慢一点的进度的话 基本上一部电影是一年 那你想想他要拍摄多少个镜头啊 镜头量很多很多 是吧 人呢是有一个视觉疲劳的 一个电影的话 一个镜头基本上 一到两秒就差不多了 然后最长的镜头的话呢 三秒钟就算在电影当中是长镜头了 剧长的镜头八秒钟 是要表达一个含义的 一个电影八秒钟的镜头 就算是很长很长 特别特别长的镜头了 他用这个镜头的时候 就要表达是一定的一个特殊含义的 所以我们这个 你这个视频的话呢 我看镜头量不是特别多 然后你给剪了一分半 所以尽量啊 就很多镜头的话 我看你这个场景的话也挺多的 就尽量让它保持在 二十秒都很多了啊 就是你这段视频 我觉得它的素材量 包括你的这个镜头量的话 给它剪成二十秒就已经很多了 就基本上在十五秒到十六秒之间就可以了 就很多适当的动作 你就可以给它删除掉 然后它这个本身就是一个 种辣椒的一个过程 是吧 就是一个种辣椒的一个视频 十五秒到十六秒 中间啊 就已经可以把这件事情 给它交代清楚了 而且呢 你还可以把这个视频 做一个节奏感的这种剪辑了啊 已经是可以了 听着配乐下来 它是吧 配乐的话可以换一个其他的音乐啊 或者说呢 你用这个配乐也可以 那音乐咱不可能说一整首音乐 我就按照这个音乐去剪 没有说视频按照音乐去剪的啊 都是音乐根据视频来的 你这个音乐想表达什么内容 然后音乐的素材量多少 都去选择相应的音乐 你是视频根据音乐去来的 没有说音乐根据视频去来的啊 好 那这个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点评课啊 打个拜拜 咱们今天这节课就结束了 我把视频回放 上传到咱们今天的官网当中 好吧 国庆快乐啊 今天是国庆的最后一节课了 你们今天晚上上课吗 今天晚上上不上课呀 上是吧 那今天晚上是最后一节课 然后今天下午这节课 是国庆的倒数 倒数第一节课是吧 好 打个拜拜 咱们这节课就结束了啊 我上传一下回放 拜拜 国庆快乐啊